阿彌陀佛 我們現場同修 還有全球在線上共修的法友善信大德 大家平安 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研究 西方极乐净土其愿文 那有法本的同修 看第十五页 倒数第三行 愿八大菩萨 神力临空中 指示极乐道 皆引得往生 就是说 我们人生的生老病死苦 是难以避免的 当要死亡的死苦 现前的时候 就在唯在但系之时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 惊惧 忧不 甚至百感 交集 有的时候死亡 它是刹那之间就发生了 因为种种的无常 有很多的显现 这一切都很难说了 所以当我们有这些 即将出现 即将遭逢的中阴 这些恐怖 镜像 要现前的时候 我们要祈祷 观世音菩萨 文殊实力菩萨 等八大菩萨 他的神力变化 降临在自己的面前虚空中 由于我们修了很多的善根的缘故 所以当本尊现前在对面虚空中 我们并不陌生 那菩萨呢 他现在对面虚空中 同时以悦耳的音声来讲 他说善男子善来 就是给你引导 世道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 而且在璀璨 五彩的宏光中 伴随着悦耳的法悦妙音 在前方领路 所以自己修极乐净土法门的人 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自己不需要经历中阴生的境界 中阴生就是我们外气断了以后 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甲体 在医学上宣告死亡的时候 从这里开始 要差不多四十九天的时间 经历这个中阴生 他有种种的镜像 那都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难以思议的 他随着我们造福造业 结了善缘 结了恶缘 种种的造作 身与一三业的造作 他会显现不同的镜像 所以你只要稍微 会产生了妄念 比如说贪心 称慧心 或者邪见于痴心 嫉妒心 傲慢心 你可能就会堕到恶道去 所以这时候 八大菩萨 现前世道 是莫大的福报 他就是来 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我们是不经历 众因生 直接被引导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现在星期三 在做这个净土愿文的研究之后 都还要一起共修 极乐净土的大护法 他共修的仪轨 极乐净土的大护法 他也有本事愿力 会来守护 发愿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所以 菩萨圣众 等于是 前后引导 围绕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让我们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格鲁派的宗师 宗可怕大师 他曾经讲过 愿我一旦命中时 明现佛陀无量光 他发这个愿 你看忠告般大师 他是学问如何 渊博的一位大班之达 大学者 一位大法王 这就是 举世公认的成就者 对不对 你要论学养 论实修 论苦行 论戒律 还有他的这个 对佛教的这种 典籍的著作 这简直就是 可以说是独步 是不是 但是 宗可怕大师 这么伟大的人 一样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 所以他写了这个发愿文 他有写 他有讲到 愿我一旦命中时 明现 佛陀无量光 人说 常常做这样的祈祷 怕折寿 活着好好的人 为什么嘴巴上老讲命中 讲死亡 讲将来要往生 极乐世界 往生哪里 对不对 好像不吉利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法门 他可以修往生净土 他也可以修增长自己的受算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显密佛法开示 与直播课程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